他自己被迫害 這是不是很少 他電到的是非核霸 是跟我們理解完全是另一個平衡時空 是啊 說一下你剛剛去日內瓦 因為你這次去日內瓦就是出席什麼會議 這次我們就是出席人權委員會 公民及政治權利委員會 會審核英國在履行公約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這些聯合國的國際公約 其實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拿出來 看剃藥國家 例如英國、中國 中國就會包括香港 就會去看這些國家執行條文的時候 有沒有去履行責任 會不會在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例如我們這次就會發現 在英國當中 除了我們也有很多的團體 就著英國在國籍 和在難民對待方面 就會有很多著墨的地方去討論 NGO就會有很多去討論 然後呢 我們出席的會議就是 我們作為一個非政府機構的身份 就跟委員 即是跟這些人權專家的陳情 說回我們面臨的情況 他們作得去查考 然後他們就會向政府去做一個答問 到最後呢 他們就會有些建議 以及會有一個跟進的情況 就看看 其實在不同國家的人權專家 或者在公眾 在國際社會的監察下 英國或者中國 會不會履行到這些責任呢 我們這次開會 就是在日內瓦 就是第一百四十屆的會議 就是審核英國公民和政治權利的狀況 我再說一些白話 再說一些人講的話 其實什麼叫公民和政治權利參與呢 很簡單 有幾個元素 大家會理解到的 投票 我們的國籍 我們可以投票 香港可以投票 國籍 出入境自由 包括我們的宗教自由 我們的其他集會結社自由 這些就是在我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 公約保障的範圍之內 英國就是替若角崩潰 他們要執行 其實大家會很熟悉的 為什麼呢 其實以往基本法都寫進去 我們以往在香港的時候 基本法都寫進去 因為香港 以往英國有幫香港去 營營殖民地的時候 以前是會審香港 現在香港就會跟著中國審 但是我們今次這個會 我們主要看英國 是怎樣保障我們 作為英屬港人的身份 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都可能做過一些文宣 或者我們做過一些 社交媒體講過的情況 其實我們所有香港人 所有英屬港人 不論我們拿了Visa來到英國 還是還是在香港 其實只要我們拿過BNO 或者大家可能有些長輩 年紀大 一些銀發族 花發朋友 會拿過BDTC 一個叫做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就是80年代或之前的一個舊版本的護照 叫做BDTC 跟現在的BNO一樣 都是這個顏色 然後就是直接在封面寫名的那本 那本護照就是一本舊的BNO護照 但是我們香港人就比較不幸 就是在中英前途談判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機會去參與 而在那時候 他出了一個政策 就是在英國會鼓勵香港人 去專注在我們所謂香港的前途 這個基本法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 會帶給香港人一片前途 一片光明 大家都覺得 沒有辦法 真是沒有辦法 爭取不到 要先先 但是大家慢慢發現 越來越走樣 六四之後越來越走樣 之後都會有些前人 我們可能會有些 再做一些 譬如中市議員 或者有些鄧蓮宇 這些再做一輩的兩局議員 或者是那時候的立法局議員 兩局議員 跟大家去爭取這些 香港人的居英權 我們怎樣有一個屠新門 當出事的時候 怎樣可以離開香港 回回我們的祖國 屠新門這件事 我們回答了 現在的網友 先 有些網友 現在就在說 BNO找不到人簽名 又沒有錢 在香港等死 BNO 剛剛他說的應該是有BNO 是的 但找不到 就是康薩爾 找不到一個 法理上 擔保人 擔保人 找一個專業人士 以往我們就叫做 找一個專業人士 其實起碼 要認識兩年以上 認識兩年以上 以前是專業人士 現在就不是 我當年就找了誰 找了飛機師 認識 誰 譚文豪 譚文豪 我當時就是 其實他專業人士 那個門檻是很闊的 很闊的 很闊的 那個職業範圍 其實很多人 在英國已經符合那個要求 那個就是neglectable 所以找不到人幫你付簽 不要太擔心 不如你再找個 你看有沒有人 問問親戚朋友 其實只要朋友 認識兩年以上 認識兩年 或者這樣說 不夠你都差不多 我跟曹聰可能認識了 都有兩年以上 但我們未必很熟 認識了就可以了 認識了就可以了 可以找他簽 或者你可以找一些中間人 中間人公司 什麼 British Connection 類似 香港有這些公司 類似移民重介的公司 他可以安排給你 一般其實 我們找朋友付簽 最好找朋友付簽 不難做到的 而且現在很方便 有一個情況 比我們可能 兩三年前 或者三四年前 剛剛出BNO BNO Visa 或者再之前的情況 去續領BNO 其實是容易了很多 因為他現在的副簽 只需要網上去做一個確認 一個verify的動作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可能他會發電郵給你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大家可能會再發生 再問朋友 另外 有些人說 以前簽名可以找區議員 現在沒有區議員 沒有區議員會做這些事 有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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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可以幫你 TOPCOIN付簽 立即說 你們要認識兩年 你們私下搞定它 你們私下搞定它 OK的 私下搞定它 首先 講到剛才那件事之前 我們不如先說 BNO新剩 新鮮滾熱 剛剛新鮮滾熱 推了一件事出來 其實很多媒體都爭相解讀 就是 這個就是 HK8也有 HK8是機構 機構會解釋 因為他們是屬政策 我們也看到 你也有 這個又不是 追新聞 追新聞是否最詳盡 HK8也有寫 追新聞相對會比較淺白一點 這個就是你接受追新聞的訪問 所說的 其實現在BNO有什麼新證呢 有很多人就說 BNO又放鬆了 是不是放鬆呢 可圈可點 可圈可點 只不過就是 起碼公表來說 公表是放鬆的 如果你說字面上 你現在申請BNO 你看他的法定要求 是放鬆了 是 但是這種放鬆 與其說放鬆 其實不如說 約定俗成 尊重約定俗成 其實這兩年來 其實很多人 都是採戒去申請 所謂採戒去申請 其實就是沒有理會他的規定 是 譬如說 有 其實他自己說明的 就是他要求你 如果你要申請BNO 5加1 Visa的話 那你就是要在香港 即是你原居地申請 但是現在就說不用 現在就說不用 你可以入境之後 才來申請都可以 他沒有抓到這麼正 但如果抓到正 是會有些問題的 當然多數的情況 是鼓勵大家 在香港申請才過來 是的 因為事實上 為什麼說約定俗成 即是按照現在 有的統計數據 有些機構做的統計數據 其實是英國內政部 公佈出來的 原來是有三成的人 其實是在英國申請的 這個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這個數字有部份是 俗簽 或者是 他申請兩年半的 也有些是五年簽證 都會在英國本土申請 其實就是加上 兩種都有的 兩種加上 他的數字就是混合一塊 所以看不到 三成 因為我知道有些區議員朋友 都幾多是這樣 因為走的時候比較急 所以我先走了 來了 然後再申請 因為LOTR很早沒有了 2021年7月已經沒有了 有些可能8月9月或者之後來 現在講得明白 因為有些人就不是很乖 不乖的情況比較普遍 那就算了 不乖都給你做 這個問題 另外 其實那些 28日 另外有一個例子 原來 兩年半簽證 申請BNO簽證 其實叫5加1 但5加1 都有一種叫半價 給你申請 或者半價 當然是半年期 三十個月那種 三十業那種 兩年半就自己續簽 記得 時間你自己記得 但偏偏當然會有些人不記得 傻猪猪猪 你不記得那怎麼辦 不記得那些就很嚴重 就叫預期居留 有些律師朋友說過 接過不少的個案 兩年半簽證的朋友 忘記簽 一段時間 變預期居留 就會變成要回香港 是很難搞的 很難搞 所以會被人通緝嗎 不會被人通緝 但是你預期居留 即是你一出境 你穿上街 對於那個紀錄 對於那個紀錄 就不好看 就不英俊 假設你之後再上來英國 或者其他國家的時候 你有這個預期 那紀錄就不好看了 現在有很多事情 就是 你如果忘記了 你有人提醒的話 給28天的寬限期 寬限期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家庭如果出現突變 而獲得內政部變更 不得領取公共經濟援助的限制 這個講得很複雜 這個很簡單 大家 我遮住 大家手上 如果是在現場打手節目 拿BRP的朋友 即是拿BNO Visa的朋友 大家會記得 自己將BRP 就有一行寫著 No Public Fund 我們BNO Visa的朋友 一般來說 就沒有得拿政府福利 這個福利很廣泛的 有些可能是 council的服務 即使不是UC 不是綜援 不是housing benefit 都好 可能是council的 一些民政服務 都沒有得去使用的 但情況是什麼呢 倘若當你發現 你的狀況是 來了略半年以上 而你的經濟情況 是比起你預期 或者是比起初是一個比較急劇的變化 例如可能有些朋友 來到英國之後 突然花了些錢 或者他有長期病患 或者是突然間會有一個急病 令到他沒有收入 或者是收入跌得很快 面臨一個結局 或者赤坪的情況 這方面 以前 Simon 鄭文傑 都在這個節目上講過 其實是可以 申請 WAVE 這個 就是撤銷這個 No Right To Public Fund 沒有公共福利的限制 現在他就說 如果有些家庭 有些個人 他在兩年半 第一個兩年半的時候 撤銷這個限制 他再續兩年半的時候 下一個兩年半的時候 又要重新申請 他就不用再重新申請 OK 即是本身 你每做一次證 就要申請一次 是的 很煩的 現在就不需要這樣 他Default了你 你之前可以領取到 那些縱緩 那些經濟援助 那些經濟援助 繼續可以給你申請到 沒錯 另外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確保 那個就是什麼呢 持有BNO和英國公民國籍人士的家庭成員 即Dependence 可以透過BNO渠道 申請在英國居逗留 這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 主要就是說 Dependence的情況 他就說成年的Dependence 如果情況有變更 而他們不能夠繼續獨立生活的話 就將會容許成年受養人 在主申請人 已經抵達英國之後 再作申請 這個字眼也是很複雜 簡單這三個字 說完太空人 可以給你太空人 可以給你太空人 其實我們以往申請的時候 就是主申請人 和受養人 即Dependence 是一起過來的 現在不用了 現在比較彈性的處理方法 你的家庭成員 你個別可以留在香港 或者你遲了來都可以 但這些情況是過去 沒有明文寫在 但一直有人這樣做 其實已經有人 是分開這樣申請 可能Dependence 先來 或者是主申請人未到 或者是調轉的 但之前是不行的 之前是要你一起來 而且是說你拿了簽證 你要180天之內抵達英國 在公司上不行 公司上不行 但是有些人過了180天 但仍然可以拿到簽證 還在這裡生活 不過你計算那五年 分開計 計不足五年 你會要再 分開計 那你才計算五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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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說一個家庭 一定要困死一個單位 對啦 沒有說要困綁 這樣就很辛苦的 對啦 始終爸爸和兒子 和媽媽的事業 或者每人的路程 都是可能 情況都有點不同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情況 你可以想像 一些家人 我最近見年燈仔 有個案 就是說 他家人 突然間很急著要移民 已經計算了半年 近來23條 23條更加艱蓄 他自己 都不是不想移民 但他自己很掙扎 就算移民 都不是移民來英國 或者這樣說 其實有些個案 他如果讀大學 未讀完的話 你中途 譬如我讀E1 今年我才讀大學 我老爸老母 急著要移民 那怎麼辦 因為讀大學的人 我經常說的是最尷尬 是不是要完成學業 譬如我今年 媽媽想移民 但我今年剛好 年2 還有兩年大學 那你有些說法 你過來英國 credit transfer 就行了 又沒有home fee 讀大學多貴 是啊 十幾十萬一年 是啊 你雖然不是說四年制 你頂了兩年也糟糕 未必頂了兩年 看你credit transfer 做了多少 所以 年輕人 尤其是讀大學 或者將會讀大學的朋友 來說 其實這些人很尷尬 現在就說 可以讓他們留在那裡 你爸爸就先來 你要讀大學的 你就讀足三年 讀足四年 才慢慢來 這樣 現在這種做法 就比較彈性 人性化一點 有些過去 一些細微細眼的位置 照顧得足一點 在這個法例 在這些規定上 完善化了 這些叫做小修小寶 我們香港經常都說 香港政府都很喜歡做這些小修小寶 我們有這些 相對人道的對待 我們會歡迎 當然是好的 另外 伴侶 或者受養人 或者成年受養人 已經可以隨後匯合 這個是什麼 不過有一點 其實之前已經是放鬆了 就是關於dependent的問題 是不是一定要結婚 或者你同居那些行不行 以前都說 就算不是結婚也好 都要同居 其實現在新的規定 就說好像不用同居 但你們之間有commitment 你有證據 你們拍多拍了兩年 要證明得到 證明得到 是不是要找一些WhatsApp出來 或者找一些情慾短訊出來 這樣就很難說 通常一般來說 有些合照 通常結婚就會比較清晰 你知道其實結婚也不難 但是現在把這個尺度去到這麼寬 其實就相對很寬鬆 所以剛才有些人說 有些個案就說 你說沒有BNO 那那些就怎麼辦 很無助 那你就扣一件BNO 或者嫁給BNO 就算不是嫁 你說認識一件 BNO 或者沒有BNO 就算是BNO 那你存夠兩年 你認識了兩年 或者差不多兩年 約數 有時候這些都是說的 那你就可以來 那就可以來 但是有些說法 就是說 你可能會什麼 那我當然會知道 是令到BNO持有者 所以來說 水漲算高 如果你說BNO 毒藍 這個時候就發達了 有些朋友 就可以下一個機會 互通有沒有 不單補 有時候有些東西說不定 今天可能因為BNO 他就想認識你 但是 日久生情 互生情數 那就禮真的了 還有 這是一個抉擇的時候 大家都要明白 BNO 我們經常都說 這個不是一個移民途徑 這是一個暫居安置計劃 讓大家滿足這個 入籍條件的情況下 這個屠生們在目前的情況 當沒有國籍平權的時候 這個不會長期發生的 大家想要的時候 要把握時間 KOC說 SP都可以 很難說 SP就未必有合照 通常SP就 合照就未必有 因為是鬼畜 SP是鬼畜 那些是分外情的東西 可能是 不一定 SP可以是 兩個單身都是SP 但是 SP就是性關係 那是不是一個relationship 是不是他那種relationship 這個就要再理解一下 但如果你說 SP通常沒有合照 都不一定 可能會私底下有偷拍 就算明拍也好 那種合照 很尷尬的 那種合照 可能陳冠希式合照 很尷尬 那些未必有樣子 怎樣證明那個東西是你的 有 陳冠希也是有樣子 我知道 但怎樣證明那個東西是你的 如果你一個人在下面 一個人在上面 那怎麼辦 隔隔頭出去 那用不需要這樣 就難搞些 SP這個就是 所以 正正經經拍拖 真的 我覺得其實 機會是很多的 其實是很多的 你清理一下是否把握 其實就是 還有你也要看決心 你真的做了決心之後 你就不要 左望右望 不要猶疑 去了就不要猶疑 決定了就不要回頭 留下就留下就走 沒有完美的世界 與其就叫做BNO新證 不如說就是 將它過往 不清晰的東西 或者是灰色地帶的東西 講得明白 你計數就容易計很多 另外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 這個真的是特政來的 那就是那個 Asylum的問題 Asylum 以往就是 我們覺得非常之愚蠢 就是說 就是你本身有BNO的朋友 但是他因為 他來的時候 來都很闖寸 所以他做了Asylum 就不是BNO 5加1的入境 但是正正因為這樣 就令到他們 不可以用正途入境 就是會等很久的 如果那些是抗爭 或者是一些 鄭家朗的案例 鄭家朗的那種 是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所以他就要透過這個方法去入境 但是那個情況是 其實這件事情 就是看你怎麼看 很爲是參觀的 你轉BNO 就會很快地 讓你獲得一個 逗留的身份 但是同時間 如果大家是一個 熱衷的社會社運分子 在香港熱心參與社會運動 轉BNO 就會沒有了 國際公約的保障 這些難民的手足 所以就要看大家想要什麼 大家想走哪條路 當然如果在 我們叫做Claim Asylum 申請庇護 尋求庇護 即不是申請 是申請Claim Asylum 就是聲明的聲明 即是說明我們是一個 什麼情況 去申請難民的時候 這個就要小心 大家要考慮自己的情況 想清楚自己想用什麼方法 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對於日後 對於一個難民手足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即是你用BNO 就是告訴別人 我只是一個 暫居簽證 我走這個 五階一條路 我之後就變BC 但是 當如果你覺得 你的威脅 即是 這個可能 在英國境外的政權 對你的人身傷害 或者威脅 真的很嚴重 你其實 尋求庇護 都不差 這個就看看 那個人怎麼看 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在去年到前年 其實一段長的時間 這些人是不可以 取消這個申請去轉BNO 一段時間 很難的 內政部就取消 就禁止了這個做法 但現在明文規定是可以這樣做 可以轉 可以轉簽證 因為你不可以轉簽證 有時候生活很困難 因為 如果你是在於 在那個 asylum的情況 你是政治庇護的 你不可以做事 是的 即是你的收入 是非常少 你又不可以 是不是 要不你就 你有一筆儲足 你有一筆儲足 如果你的銀行裡面 真的有很多錢 那你就不可以接受 asylum的資助了 是的 因為資助都很少 很少 一個星期四十多磅 還要包上網費 是的 但都是資助 還有就是說 那他住屋那些 還有沒有 其實很現實 我們看數字看 其實我們有八 之前有百幾個 這些香港尋求庇護的人士 在英國 是拿政府的 提供政府的資助房屋 難民酒店 或難民住宿 是非常之少 但是數字很低 很多這些尋求庇護的 香港的朋友 都是自己搞定的 都是自己搞定的 是 認識朋友 認識朋友 寄居朋友的家 或者自己的錢 可能那個時間 早幾年 那個背景 就是那個尋求庇護 人龍很長 十幾萬 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那時候等的時候 有些要等兩三年 雖然現在很多批 但是那個難處就在 嗯嗯嗯嗯 就是這麼難的時候 你真的都很難搞啊 嗯 就是 那現在 我可以讓你轉 就是好像 你當是鄧得傳的例子 那他就可以轉 那就好一點 那馬上可以找事做 是吧 可以找事做 可以一個相對安穩 相對正常的身份 是啊 是啊 就是這裏 那可能是啊 全仔這樣可以轉 那要看他意願 或者他想走哪一條路 他就說想轉 很好 是啊 那就是起碼